这三种夫妻关系就不要再憋着了,赶紧离吧 婚姻关系就像鞋子和脚的关系 到底合不合适,其实脚最清楚 如果鞋子不合脚,那么就会磨出血泡 这时还不脱下,那种酸心的疼痛会让人痛不欲生 一,夫妻三观不合,一沟通就吵架 很多夫妻当初的结合,比较盲目,比较冲动 并没有细细考察对方,是否和自己契合就结了婚 婚后很快就发现,无论谈论什么话题,始终谈不到一起 无论大事小事,你说东他就说西,你说南他就说不着北 其实这就是三观不合 这种夫妻如果没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那就是天底下最痛苦的婚姻了 他们会感觉到,原来沉默是那么好 但是心里又有一股悲凉 二,夫妻关系很紧张,导致没有夫妻生活 性是夫妻关系重要的一环节 很难想象没有新生活的夫妻是怎样维持的 而夫妻生活不和谐也是离婚最大的原因之一 无论夫妻哪一方都有这方面的需求 一旦这个需求得不到满足 他们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渴望 而这种渴望是非常可怕的 它极有可能导致出现婚外情,出轨等破坏婚姻的情况 三,夫妻之间没有信任,相互猜忌 天底下没有比,同睡一张床 却是两条心的夫妻,让人感到不安的了 如果夫妻之间缺少信任,疑神疑鬼,古风作影 那么婚姻的美好也将荡然无存 通常不信任以后,说话就开始不离取闹 猜忌,尖酸刻薄,甚至挖苦对方 这简直是往婚姻伤口上傻言 当婚姻出现上面三种情况时 你一定要静下心来思考 是不是还能缓和,夫妻会在理解包容 但如果性格不投,三观不合 那千万不要再相互伤害,放手离开 也许今生能为对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放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